各位好 那我们来看摩擦力的章节 的范例5 那这个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见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梯子呢 斜斜放在墙壁上 那角度几度才不会滑下来 那靠的是地板跟梯子之间的摩擦力 那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靠这个梯子和墙之间的摩擦力 但是今天呢 先处理比较简单的情况 就是墙壁先令它是光滑的 墙壁如果是一个很滑的墙壁 那要把梯子靠在墙边 那要靠的是地板的摩擦力 地板的摩擦力 好那什么情况下 好那我们就再来分析一下呢 就是什么情况下它才会稳定嘛 什么情况下它才会稳定 那首先呢第一小题它要问的是 梯子下方的地板 受到地板的作用力是多少 其实就是这两个力 这个N2是地板支撑梯子 是向上的正向力 那地板在水平的方向呢 也有给梯子摩擦力 这两个力都是地板对梯子的施力 所以这两个力都要算出来 那刚好是垂直的 那平方向加开根号 这两个垂直的向量 才可以合成 合成成梯子对 地板对梯子的作用力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分析 它的受力情况 分别分为合力为0和合力举为0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分析合力为0 那以Always支点或参考点 就是地板跟梯子的接触点为参考点 那合力举为0 Sigma就是总和 这个T就是力举 合力举为0 那以逆时针方向为正 顺时针方向为负 那以Always参考点的话 我们的N2和F呢 就可以忽略 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支点 力通过支点是不会造成力举的 就像我们的施力呢 如果施力的方向是通过门走 那是不能转动这个门的 施力要跟门有垂直 要跟门板有垂直的部分 才可以转动这个门 所以第一个合力举为0 然后造成的力举有两个 一个是W重力 T子本身是8公斤 那它是均匀的 它是均匀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说8公斤 然后作用在直心 重心的位置 也就是一半 它是均匀的 所以重心是在几何对称中心 那么 首先 重力造成的力举 就是这个力乘上力壁 那这个力壁呢 就是要把力做延伸 把力做延伸之后 从参考点画垂线 那这一段就是多少 就是3 就是3公尺 所以重力的力壁是3公尺 我们先这样写 还有另外一个力举 是由正向力造成的 对于欧来说 正向力N1也会造成力举 它的力壁会是8 它的力壁会是8 因为延伸这个力 延伸这个力之后 从参考点画垂线 这一段就是力壁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两个力造成的力举 那也就是W 也就是3乘上W 再减掉8 加上负的8乘于N1 为什么是负的 因为N1是造成顺时针的力举 那W就是NG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写出来3NG 然后减掉8N1 就要等于0 好那么NG是多少呢 MG M4 8公斤 G4 重力加速就是10 所以 N1就会等于 30 30 可是我们想要求的是N2和F 我们想要求的是N2和F 那怎么算呢 我们处理的合力举为0之后 还可以再处理合力为0 好那就是 X方向的合力要是0 以及Y方向的合力要是0 所谓的X是水平方向 Y是千值方向 那水平方向我们可以分析 它总共有受几个力呢 总共有受向右的力和向左的力 就只有两个 所以向右向左的力应该要一样大 才可以抵消 才会让它在水平方向静止状态 那同样的Y方向呢 有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正向力 这两个应该也要一样大 方向想法要抵消 好所以 我们就可以写说 向下的 向右的N1呢 就要等于 向左的F N1再加负的F呢 就要等于0 以及 向下的W 就要向上的负N2呢 就要等于0 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地板对于梯子的摩擦力就等于N1就等于30 纽钝 然后地板对梯子的正向力呢就等于W 那就等于80 所以最后第一小题的所求呢 就会是F的平方加N2的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80的平方加30的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80的平方加30的平方开根号 如果再加上一个人 再加上一个人站上去 那他最多站到哪个位置的时候 才会让梯子滑掉 各位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墙壁很滑 这个墙壁是光滑的 那一个人呢 他越爬越高越爬越高 爬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地板就会滑掉 这个梯子和地板之间就会滑掉 那他到底可以到多少的距离 而是他不会让梯子滑掉的极限 他最极限 这个人他可以爬到多高的位置 那这个是第二小题 那我们来假设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比如说他爬到了这个位置 他爬到了这个位置 他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人本身是40公斤 所以他又要多加一个力 要多加一个力 多加一个力是40公斤在这里 那我们这个叫做W人好了 这样 那也就是说在参考 Y方向和X方向的 这个在参考合力矩为0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再增加一个人造成的力矩 然后再探讨这个 这个Y方向的合力的时候 也是要再加上人的贡献 那因为我们的最大进摩擦力 今天如果要恰好滑下来 今天如果是要恰好滑下来的话 要滑不滑的情况 那就是我们梯子底下的这个地板给的摩擦力 他达到了最大进摩擦 达到最大进摩擦力 所以最大进摩擦力的公式呢 就是要记起来哦 当F达到最大进摩擦的时候 就会开始滑动了嘛 那最大进摩擦力的公式 就又会跟这个正向力有关啊 它是进摩擦系数 再去乘上这个正向力 那今天这个正向力是M2啊 今天正向力是M2 所以其实不难 只是要再重复一次 重复一次合力举为0 和合力为0的分析啊 那我们来分析 如果假设 假设这个人啊 他的爬到多少距离 叫做叫做X 那叫L好了 那L相对于O 相对于O造成的利弊啊 这个人的重量相对于O造成利弊 也是把这个利做延伸 然后从参考点画垂线 那这一段就是多少呢 就是L乘上53 Cos53啊 对不对 所以人的利举呢 就可以这样写哦 就是 本身T值的重量造成的利举 然后再加上人造成的利举 再加上 那个墙壁正向力给的利举 要等于0 那就要写成 前面一样3 乘以8 乘以10 然后人造成的利举 也是逆时针 所以他也是负的 那人的话是40公斤嘛 所以是 L 然后乘上Cos53度 5分之3 然后再乘上40公斤 那再乘上10 这个是人的利举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 N 负8乘以N 负8乘以N 因为是顺时针的 这几个加起来要等于0嘛 这个L就是我们要求的位置数啦 那 接下来呢 是 Y方向的 X方向合力为0 那 X方向并没有新增嘛 所以 并没有新的利 所以还是 N1 再加上摩擦力会等于0 不过 这一次 摩擦力是刚好 滑动的状态 所以它是最大劲摩擦 变这样子 然后Y方向呢 Y方向就要考虑 人的重量了 那重 这个就是 T子的重量 加上人的重量 然后再去减 加上负的N2 好 那好像不太有位置了 是不是 我们把前面的缩小好了 把前面的缩小一点 这样子 后面的再搭过来一点 然后后面的也缩小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知道 N1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L了 就可以求出L 那N1呢 又会等于最大劲摩擦力 N1又会等于最大劲摩擦力 这样子 那最大劲摩擦力 又会等于N2乘上 劲摩擦系数 对不对 因为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 正向力是N2 然后摩擦力是F 当它达到最大劲摩擦 那 那最大劲摩擦力就是 正向力乘上劲摩擦系数 而劲摩擦系数是0.5 是0.5 所以也就是说 最大劲摩擦力是0.5N2 0.5N2 好 那我们剩下的就只有计算而已 首先 N2是不是就会等于 人的重量 加T值的重量加人的重量 也就是 80 8乘以10 然后加上400 40乘以10 480 那也就是说 F 最大劲摩擦力 会是 0.5N2 乘以480 也就是240 也就是240 那也就是说 N1就会等于 240 440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L算出来了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把这里稍微的整理一下 就可以写成 240 这边可以同除以8 通除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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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 就可以同除以8 所以 我们的这个式子 我们的这个式子 最后就可以写成 240 就是10 就会等于30 再加上10L 30L 所以L就等于7 L就等于7 好 那我们这一题呢 就先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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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